上世纪的香港乐坛竞争尤其激烈 谭章争霸的局面异常激烈 最终以两个人风脉画上句号 2006年时张国荣去世 三年后又一个惊天新闻在香港内地炸锅 谭永林在父亲去世后 主动跑到电台爆料家事 一副二期的新闻一出 大家对谭永林的滤镜全都破灭 面对潮水般的质疑 他没有像成龙一样 说自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而是理直气壮的直言 谭晓峰是我的儿子 杨洁威是我的妻子 朱永廷是我的知己 可是讽刺的是 此事曝光之前 谭永林一直对外声称要丁克 可知道遇到19岁的朱永廷 哪还管什么禁忌誓言 全都抛出脑后 最后三个人一起生活了几年 杨洁威被逼得剃毒出家 如果所有功成名就的人 都要换掉糟糠之妻 那世上还有什么爱情 所谓前人灾数 后人成两 但凭什么原配 总是为他人做嫁衣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不知道这位让所有人心疼的发妻还好吗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 还并没有发展起来 百费戴心 谭永林在一个夏天出生 他们一家祖籍本在广东 但因为家里的珠宝生意出了差错 家道中落 所以举家移居香港 他的诞生 才让这个节衣缩食的家里 有了一点点欢愉 因为除了父母 他还有两个姐姐 三个妹妹 谭永林是祖辈唯一的男丁 父亲对他非常严格 稍有顽皮 就会棍棒伺候 因为家里困难 兄弟姐妹们又多 谭家经常连学费都拿不出来 街放邻居指点 同学朋友嘲笑是常有的事 这些都被谭永林看在心里 硬安安发誓 我一定要给我全家赚到足够的体面 让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所以我就不停地努力 后来他真的给了全家体面 却唯独伤了一个人的心 谭永林的母亲年轻的时候 是个美人 都说美人三分包 谭永林的大板牙就是遗传母亲 父亲谭江博是足球名人 三十年代 广州足球界的四大天王之一 谭永林还曾在自传中写道 他的威名在香港 简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被人奉为谭童头 不过 谭永林并没有继承这一绝技 虽然对足球喜爱有加 但无奈球技差劲 尽管离空门还有一步之遥 也会把球踢飞 因此 谭富还常常嫌弃谭永林丢人现眼 不过 虽然在运动方面天赋不佳 但在学习上却是优秀 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大学时期 谭永林听从家人的建议 来到新加坡攻读经济学专业 但不知为何 大三大年 谭永林突然染上恶疾 生了一场大病 只能赞割学业 回到香港静养 后来病好了 谭永林就不想再读书了 找了一份邮递员的工作 每天提着两个装满信件的布袋出门 一天下来可以挣到220元港币 其实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唱歌的梦想 18岁的时候 谭永林谈了人生中第一次恋爱 对方是个大美女 但相处过程中 总是对自己忽冷忽热 直到有一天 看见对方从别人的车子上下来 才知道原来自己被当成了备胎 谭永林在家里哭了整整两天 父亲看不下去 骂他没志气 让他去做点有用的事 伙伴们也常常拉他出去唱K 他们经常唱的昏天黑地 谭永林从一开始的发泄时 变成了后来的沉静式 几个人一起组织了一支乐队 其中就包括陈百祥和叶志强 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 所谓出声牛犊不怕虎 几个人到处参加唱歌比赛 但屡屡失败 到了1970年 他们捡到一张名为Losers乐队的报名表 所以又以该表参加比赛 阴差阳错擒获冠军 这之后乐队便命名为Losers 还参加了无线电视台的音乐节目 不过短短一年之后 乐队便以失败告终 因为风格受限 所以他们很快过期 再加上在香港的经商风潮下 乐队里好几个人跑去做生意了 谭永林只能暂时决定 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段时间她白天去商店售卖文具 晚上则去夜总会登台演唱 夜总会里灯光昏暗 台上唱歌的少年一起风发 这样的场景是无数少女动心的地方 一天 谭永林唱歌的时候 遇见了杨洁威和很多浪漫的电影开头一样 爱情的开始总是浪漫的 因为简简单单的一首歌 它敬为天人 它喜得之音 一番唱谈后 才知道杨洁威是一名美容顾问 虽然她长相并不惊艳 但是对舞台形象 表演 服装审美独特 而她的专业 也为谭永林日后的发展助力不少 少男少女谈恋爱 男孩总喜欢对日后事业的规划唱谈一番 其实她也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可能成功 打响杨洁威听后 直接提出辞去工作 一心一意做起了她的全职助手 不仅如此 她还再度深度学习了舞蹈设计 舞美编排等 成为了专业的艺术策划 但只为谭永林一人服务 为了早日帮她实现梦想 杨洁威鼓励谭永林再次组建乐队 以独特的眼光和见解 打通了她的任督二脉 1973年 谭永林和伙伴再次组起温娜乐队 并成功受到力捧 这年年底她们一起拍摄了青春歌舞片 大家乐 温娜五虎一炮而红 1974年 温娜签约保利金连续发布了三张专辑 占据香港电台流行音乐榜首 更是畅销东南亚 到了1979年 温娜乐队解散 但谭永林已经是当红歌星 随后签约无限 远赴台湾发展事业 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反斗星 两年后 又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获得了第1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但其实在参演这部电影的时候 由于她的普通话太差 台词说的是数字 而对于演技也不是很自信 所以她出席金马奖典礼时 还以为自己就是个凑数的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更没想过自己能获得影帝 这一年 谭永林31岁 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最火的时候 还登上了内地的央视春晚 演唱经典歌曲《水中花》 在香港红刊体育馆 她一连举办了六场演唱会 打破了香港歌手 在红馆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记录 还获得了金曲奖 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演唱会上一个举话筒的动作 便偷走了万千少女的芳心 可实际上 她的每一次演唱会 唱片 广告 电影的造型 都是杨洁威精心设计 有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杨洁威甚至不吃不喝不休息 才有了谭永林台前的完美形象 同年两个人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但谭永林正值事业上升期 杨洁威甘心当起了地下恋人 但是在爱情里面 太懂事的人 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乐坛 犹如《华山论剑》 英雄辈出 除了歌神许冠杰 歌侠梅艳芳外 还有歌仙张国荣 歌声谭永林 可想而知竞争有多么强大 最著名的莫过于谭章争霸 两个人各怀绝技不愤伯众 谁得奖都是理所应当 但粉丝们却为了自家偶像名争暗斗 小报媒体也更是炒作渲染 仿佛两个人之间真的机缘颇深 一次颁奖典礼上 两个人同时获奖 张国荣上台 而谭永林因为在拍戏无法抽身 再加上颁奖时 周润发一句玩笑话 被谭永林粉丝大肆炒作 引得双方粉丝在现场互骂 导致台上台下一片混乱 其实在私下里 谭永林和张国荣惺惺相惜 这样的局面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所以在1988年 谭永林再次举起 香港十大金曲最佳男歌手奖的奖杯时 郑重宣布 永远退出任何和比赛有关的音乐节目 这让歌迷和乐坛震惊和惋惜不已 虽然有太多的不甘心 但和张国荣之间多年所谓的斗争 让他很无奈 他愿意给新人更多的机会 可能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一高人胆大吧 后来张国荣也退出歌坛 这之后才有了四大天王 多年后谭永林和张国荣首次在台上合作 幻影家务之恋 让双方歌迷都激动不已 也许这也是谭章争霸结束后最好的纪念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 这会成为永远的绝唱 事业上的危机告一段落 谭永林的身边却多一个人的加入 一直以来 杨洁威都在谭永林背后默默付出 默默支持 因为忙于工作 两个人相约丁克不生孩子 再加上杨洁威流产过几次 再想生孩子也很困难 但是随着功成名就 谁还会念多少旧情 人到中年 看着别人家儿女绕西 实在难受 41岁这一年 谭永林在一次演唱会上 认识了19岁的朱永廷 当时的朱永廷刚上大学没多久 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国荣 对谭永林也是欣赏有加 两个人很聊得来 一来二去 谭永林被少女的天真无邪吸引 朱永廷被她的成熟魅力俘获 两个人发展成了秘密情人 到了1993年杨洁威的父亲去世 杨母看女儿实在委屈 对谭永林说 我女儿跟了你19年 你都不公开 现在必须以女婿的名义 为岳父在报纸上登附文 随后附文登出 两个人19年的感情 终于拨云见日 面对媒体的舆论 反倒是杨洁威挺身而出 是我坚持这么做的 跟谭永林无关 此时的杨洁威欣喜若狂 多年坚持终于有了结果 只是她没想到 此时的谭永林之所以唯唯诺诺 是因为她还有一个没有公开 原本谭永林以为自己 可以两边周旋 满天过海 直到私生子的降临 打破了所有平静 1996年 谭永林中年得子 情人朱永廷 专心叫子 只终究包不住火 人前大家都在佩服杨洁威的勇气 夸她赌对了 但然后她却为了情人 和私生子头疼不已 为了安抚杨洁威 谭永林把家里的财政大权全都交给了她 在她的打理之下 谭永林的资产迅速膨胀了不少 但内心的孤单 金钱根本不足以抚平 另外 谭家人也非常支持原配 表示绝对不会接受朱永廷 最终在谭永林的唐一炮弹 以及西西安府中 杨洁威最终选择了妥协 其实 她的唐一炮弹并不够打动人 只不过是杨洁威愿意相信而已 可是殊不知 这才是她不幸的开始 顿入空门的杨洁威数次堕胎 被抛弃 数亿财产留给情敌 她担心吗 即便母亲有错 但孩子是无辜的 谭永林想给儿子名分 爷爷奶奶想孙子陪伴 这些都不是杨洁威能够阻拦的 谭家人的天平 也在无形之间偏向了朱永廷 一次 谭永林抱着儿子晒太阳 戴着墨镜帽子 全副武装 还是被记者拍到照片 第二天迅速成为了各大娱乐版面的头条 谭永林依旧不予回应了 解释的依旧是发妻杨洁威 此后谭永林格外小心谨慎 对于媒体捕风捉影的消息 一律视若无睹 这段三角恋情一瞒就是十年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6年 谭永林的父亲病逝 56岁的他主动跑到电台自保家室 因为父亲死前唯一的遗愿就是 希望孙子可以认祖归宗 得以证明两个女人十年安怨 他们同时以女主人的身份 出面打点丧礼事宜 那段时间 围绕着谭永林的感情故事 成为了每个香港人的谈资 但这一次站在媒体面前的 却是谭永林 他说 杨洁威给不了我想要的 我是为父亲留后采马是前提 随着家事完全被公开 杨洁威伤心欲绝 但小孩不能失去父爱 他只能默默承受 只有将所有不甘和委屈 都和佛祖诉说 杨洁威为了这个自己 爱了大半辈子的男人 一再隐忍 但换来的却是背叛 身边朋友 更是直接将朱永廷换为嫂子 最终 朱永廷母平子贵略胜一筹 没过多久便被扶正 失望的杨洁威 含泪减去三千烦恼丝 从此顿入空门 面对媒体采访 转身就走 绝口不提谭永林 还将杨洁威 打理好的名下数十亿财产 转到了私生子的名下 如今 谭永林已经71岁 身边依旧有朱永廷温柔相伴 还有聪慧的儿子 相陪左右 据了解 谭晓峰天赋绝佳 非常优秀 5岁凭借一幅素描 获得全港儿童绘画比赛亚军 11岁考取钢琴6级 13年考入牛津大学 17年硕士毕业 因为长相实在高大帅气 香港有很多娱乐公司 都想要签约 但都被拒绝 随后 谭晓峰进入一家 加拿大游戏公司 担任工程师 可能她的母亲 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 并不光彩 但她却是真的有本事 至今已经70多岁的谭永林 依旧在为了爱死铺路 又是高层引荐 又是跨行打点 媒体每次都已 只见新人笑 不闻就人哭 形容一家三口 只是大家也实在好奇 顿入空门后 杨洁威还好吗 在一次采访中 谭永林被问及 和前妻还有没有联系 她却回应称是媒体乱写 我家没有尼姑 也没有人出家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想必多年传言 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可以肯定的是 杨洁威终于得以解脱 再也不必为了情爱困扰 其实爱错了人 就是在杜洁清醒过后 一定要及时止损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 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 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